国一使用数学第一册 第一章整数的运算 1-2整数的加法与减法 这是讲义解说的第三个影片 接下来我们讨论整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在整数的加减混合运算里面 如果我们遇到了括号 则对于括号我们要先处理 括号有包括小括号、中括号或者大括号 而在处理的过程 我们先处理小括号 再处理中括号 最后再处理大括号 也就是在一个运算室里面 我们由内到外 先处理完小括号 再处理中括号 最后才处理大括号 由内而外逐渐的化减 而在去括号的时候 如果括号的前面是正号 则我们去掉括号的时候 括号里面的符号它会保持不变 因此 例如A加上B-C 这时候因为括号的前面是加号 所以我们直接把括号去掉 变成了A加上B-C 而至于像括号 B-A加上C-D 因为B-A这里一项 C-D这里一项 所以前后有两项括号 则这时候B-A的前面没有符号 没有符号表示是正号 而C-D的前面是加号 所以碰到正号 或者是省略的符号时 我们可以直接把括号去除 所以就变成了B-A加上C-D 因此例如像3加上2-7 因为括号的前面是加号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写3加上2-7 这个直接把括号去掉 而如果像3加4加上2-5 结果等于因为3加4前面没有符号 这表示是正号 可以直接把括号去掉 2-5的前面是加号 所以也可以直接去掉括号 所以就变成了3加4加上2-5 所以碰到括号 如果前面没有符号或者是正号时 我们可以直接把括号去除掉 而这时候括号里面的符号则保持不变 可是去掉括号的时候 如果括号的前面是符号 这时候去掉括号 我们要把括号里面的性质符号 我们要把它改变 也就是正号变成符号 符号变成正号 所以例如A-掉括号B加C 因为括号的前面是-号 所以本来B加C 我们去掉括号的时候就变成了-B-C 而例如像A-掉C-D 因为括号的前面是符号 所以去掉括号的时候 本来是C-D 结果去掉括号就变成了-C加D 这个就是去掉括号的时候 如果前面是-号 我们要把括号里面的符号 要把它变好 所以 例如像7-掉2-3 所以这时候就等于7-掉 因为括号前面是符号 所以本来是2-3 变成是-2加3 我们再举个例子 7-掉括号2加3 结果等于 因为括号前面是-号 所以等于7-掉 原本括号里面是2加3 现在去掉括号变成-2-3 这个就是去掉括号 我们要把括号里面的符号 把限制符号改变 加号变-号 -号变加号 在加减混合的运算过程当中 化解的过程 才能够碰到各种需要化解的情况 我们可以归纳下列几种 首先 我们先假设 有AB两个数 A和B两个数都是大于0 也就是 A是正数 B是正数 当两个数都是正数 并且A比B大 也就是A大于B的时候 这时 B-A 因为A大于B 所以B-A是负数 所以这个变成小数减大数 就会等于 负的A-B 所以例如 3-掉7 就等于负的7-3 这个是小数减大数的情形 而如果看到 负A-B 因为前面符号 后面符号 我们把符号提出来 就变成了负的A加B 所以例如 负7-3 因为前面是负 后面是负 所以等于 负号提出来 7加3 这是在运算过程中的划解 所以如果遇到 负A加B的情形 因为负A加B 我们可以写成 B-A 而B-A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小数减大数 所以等于把负号提出来 所以变成负的A-B 因此负7加3的情形 这个等于3-7 或者也等于把负号提出来 7-3 所以在化解的过程 这几种情形 有时候我们需要混合运用 而如果像A-B 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化解成 负的B-A 所以 7-3 其实等于负的3-7 两者的意义 其实是相同的 这在化解的过程 我们可能会遭遇 各种不同的情形 而如果在运算过程中 如果遇到绝对值的话 绝对值是一个独立的算式 所以我们要先处理 绝对值里面的数值 所以例如像 7-3 减掉绝对值 4-6的绝对值 这时候 会等于 7-3 直接等于4 减掉 我们要把绝对值 另外计算 绝对值 4-6 等于 绝对值 负的 6-4 绝对值 结果等于 4 减掉 绝对值 6-4是2 前面有负号 变成是负2 所以等于 4 减掉 负2 绝对值 等于2 所以 4-2 结果 等于2 这个是 遇到绝对值的时候 我们要把绝对值 另外处理 所以在 加减混合的时候 对于 加法 我们可以利用 结合率 可是 减法 则不适合结合率 所以在 遇到减法的时候 我们在计算上 我们要更小心 所以例如像 A加B加C 上数相加时 我们可以把前面两个数相加 再加后面 或者把后面两个数相加 再加前面 因此 A加B加C 我们可以先把 A加B 然后再加C 或者 先把B加C 然后再加A 或者 直接把A加C 最后才加B 如果对于加法 加法的顺序 是可以交换的 可是如果对于减法 则不行了 例如 A-B-C 它就不等于 A减掉 括号B-C 所以减法不能够直接 用结合率 直接把它括号起来 而同样的 加法可以适合交换率 减法则不适合交换率 所以A加B 等于B加A 可是 A-B 却不等于B-A 然而 如果是绝对值 如果 A大于B 则 A-B 是正数 加上绝对值 还是正数 可是 A-B大于0的话 B-A 会小于0 而B-A和A-B 会差一个负号 那差一个负号 加上绝对值 还是正数 因此 绝对值的 A-B 会等于 绝对值的 B-A 所以 绝对值的 6-3 会等于 绝对值的 3-6 所以 绝对值的 减法 它的次序 可以对调 这是有关于 加法跟减法的讨论 接下来 我们要讨论 数线上 两点的距离 数线上 如果有 A B 两点 A点的坐标是A B点的坐标是B 只要 A-B两点至今的距离 我就写成 线段AB 那线段AB的长度 就是 A-B的绝对值 或者 B-A的绝对值 也就是 两个坐标相减的绝对值 就是两点之间的距离 如果 A在B的右边 这表示 A点的坐标 比B点的坐标大 所以线段AB的距离 就等于 A-B的绝对值 因为 A在B的右边 所以A大于B 所以 A-B是正值 A-B的绝对值 是正值 我 A在B的左边 则表示 A小于B A小于B 这时候线段AB 我们就取 B-A的绝对值 我们如果在线段上 有 ABC三点 假设 C点 是介于 A和B两点之间 而且 线段AC 等于线段BC 则 我们就说 C是 AB的终点 而终点的坐标是 A加B 除以2 也就是 A加B 所以 我们来看这个图形 假设 这是一条束线 数据上 有ABC三点 让我知道 左边 这个如果是A 右边 这个如果是B A点的坐标 如果是A B点的坐标 如果是B 则 有一个C点 是在AB之间 而且 C点的位置 刚好在 A和B 两个的中间 这时候 ABC线段的长度 左边这一段的长度 会等于 右边这一段的长度 因此 两边线段的长度 一样长 如果我们假设 C点的坐标 这里是C 因为C是在终点的地方 而且 ABC长度 等于BC长度 从图形上 我们可以知道 右边的点 比左边的点大 所以 B大于C 而C大于A 因此 从这图上 我们可以晓得 因为 线段AC 等于线段BC AC线段长 等于 BC线段长 而AC线段 它的长度 是C-A 而BC线段 它长度 是B-C 我们两边加C C-A 加C 等于 B-C 加C 而右边 减C 加C 消掉 所以 C加C 等于2C 2C-A 就等于B 两边 我们再加A 所以 2C-A 加A 等于B 加A 所以 左边 减A 加A 消掉 所以 2C 等于 B 加A 这时候 两边除以2 于是 就可以得到 C 等于 2分之1 A 加B 我们把这个式子 我们称为 终点公式 所以 C点的坐标 是2分之A 加B 这个称为 两点坐标的终点公式 而如果 现在上 有一点A 它的坐标 是A 而有一点B 它的坐标 是B 则A的绝对值 就表示A到原点的距离 我们就写成A-0的绝对值 所以 A点到原点的距离 我们就写成A的绝对值 而B到原点的距离 我们就写成B的绝对值 而如果A点到B点两点之间的距离 我们就写成A-B的绝对值 或者B-A的绝对值 这在数线上两点之间距离的表示 所以 如果 这里有一条数线 数线上 这里 有一个A点 A点的位置 如果是负4 有一个B点 而B点的位置 如果是16 中间 这里是原点 这个地方是O 所以这里的坐标是0 则OA的长度 就是 A点到原点的距离 所以是负4-0 负4-0 就是负4的绝对值 所以就等于4 而OB的距离 就等于 16-0 16-0 就等于16的绝对值 而16的绝对值 就等于16 所以 A的坐标是负4 负4的绝对值 等于4 这个等于 A点到原点距离 B坐标16 我们举绝对值 我们举绝对值 这时候就表示 B点到原点的距离 而AB的距离 我们就把 AB两点坐标相减 所以是负4 减16的绝对值 或者是 16减掉 负4的绝对值 而16减负4 等于16加4 所以等于20 所以是20的绝对值 结果等于20 所以 AB顺应长 长度等于20 等于两坐标相减 16减掉负4 或者负4减16 加上绝对值 而A点坐标负4 B点坐标16 这时 AB坐标的终点 或者AB线段的终点 等于 A点是负4 B点是16 把两个坐标相加 因此 负4 加上16 相加除以2 就是两点之间 它的终点坐标 所以负4 加16 等于16减4 16减4 等于12 所以12除以2 结果等于6 所以AB的终点坐标 这里如果这边是C点 C点坐标 这里是6 这是在竖线上 第二点之间 长度 以及重点坐标的关系 分离8 有关于竖线上的距离 第一题 以至竖线上 某P点坐标为-12 若PQ等于17 则Q点坐标为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是一条竖线 中间这里O 这个是圆点 所以圆点坐标是0 以至P点坐标是-12 P点在圆点的左边 因此J点 这个如果是-12 只知道PQ长度等于17 Q点如果是在P点的右边 则Q点坐标 会等于-12加17 所以把-12加17 就是新的Q点坐标 因此等于17减12 结果等于5 所以如果Q点在P点的右边 则PQ长度是17 则Q点的坐标可能是5 或者是-29 这个是第一题 第二题 以至竖线上 某A点坐标为-17 B点坐标为57 则AB长度为多少 AB的中点坐标C为多少 现在以至 A点的坐标是-17 而B点的坐标则是57 因此AB线段长度 我们把B点坐标 减掉A点坐标 因此B点坐标57 减掉A点坐标-17 两相减等于57 结果等于74 因此AB线段长度就等于74 这个是第一小题 第二 AB线段的中点坐标 因为中点坐标 是把两点坐标相加除以2 这个是中点坐标 所以C是中点坐标 等于A点坐标-17 加B点坐标57 两相加除以2 这个是AB线段的中点坐标 也就是C点的坐标 结果等于40 除以2 因此等于20 所以AB线段的中点坐标 C是20 这个是第二小题 第三题 轩轩在东西方向的直线道路上行驶 它先向东行驶12公里 再向C行驶17公里 然后又向东行驶21公里 最后向C行驶18公里 则第一小题 轩轩最后的位置距离出发点多少公里 题目已知 如果把轩轩当作圆点 轩轩先向东行驶12公里 如果往东是正 往西是负 因此向东行驶12公里 是正的12公里 向C行驶17公里 于是向C-17公里 这个是往西 然后又向东行驶21公里 因此再加21公里 正的表示向东 最后向C行驶18公里 往C我们用负 所以-18公里 于是就等于 我们把所有的正值加起来 12加21等于33 -17-18总共-35 于是33-35等于-35-33 结果等于-2 -2表示 轩轩最后的位置是在原点的左边 2公里的地方 也就是 轩轩最后的位置是在出发点的左边 2公里的地方 因此距离出发点有2公里的距离 第二小题 轩轩总共行驶了多少公里 因为轩轩先向东行驶12公里 所以向东走12公里 因为所走过的距离通通都算 向C走17公里 因此向C我们加17公里 然后又向东走21公里 因此我们再加21公里 最后再往C走18公里 所以我们再加18公里 这个是在每一段所走 这个是在每一段所走过的距离 因此等于12加17等于29 加上21加18等于39 于是29加39等于68 所以轩轩行驶的距离总共行驶了68公里 这个是第三题 第四题 数学上有P15 Q-3 R-273点 则PQ线段长多少 PR线段长多少 QR线段长多少 因此第一小题 PQ线段我们拿大的减小的 所以把P点坐标减Q点坐标 因此15减掉Q点是-3 于是就等于15加3 因此就等于18 所以PQ线段长是18 PR线段长于是PR就等于P点是15 R点-27 所以把P点坐标减R点坐标 结果等于15减掉-27 因此等于15加27 结果等于42 所以PR线段长42 QR线段长 于是QR线段就等于Q点是-3 R点是-27 所以把Q坐标减掉R坐标 因此-3减掉-27 就等于-3-負得正加27 结果就等于27减3 因此等于24 所以QR线段长24 这个第一小题 第二 PQ的终点坐标C坐标为多少 PR的终点坐标D坐标为多少 QR的终点坐标E坐标为多少 因此第二小题 我们要求终点坐标 所以C点坐标 我们把P的坐标加上Q的坐标 两个相加除以2 这个是C点坐标 于是P点坐标是15 加Q点坐标是-3 因此15加-3除以2 等于15减3除以2 因此等于12除以2 结果等于6 所以C点坐标等于6 PR终点的坐标D点 因此D点坐标就等于P点坐标加R点坐标除以2 结果P点坐标是15 加R点坐标-27 于是相加除以2 就等于15加-27 等于15减27 因此等于-12 -12除以2就等于-6 所以PR的终点坐标D点坐标是-6 QR的终点坐标1点 因此1点我们把Q的坐标加R的坐标 相加除以2 结果Q点是-3加R是-27 -3加-27相加除以2 结果等于-30除以2 因此等于-15 所以1点坐标是-15 第三 Cd常为多少 D1常为多少 C1常为多少 于是第三小题 我们求Cd常度 因为C点坐标是6 D点坐标是-6 所以把C点减D点 结果等于6-6 因此等于6加6 结果等于12 所以Cd常度 这个是12 第1常度 我们把D点坐标减掉1点坐标 结果D点坐标是-6 因此-6减掉1点坐标-15 于是就等于-6加15 因此等于15-6 结果等于9 所以第1常度等于9 C1常度 于是C1常度就等于 我们把C点坐标减1点坐标 因此C点坐标是6 减掉1点坐标是-15 结果等于6加15 于是等于21 因此C1常度等于21 这个是第三题 范例9 有关于数线的变换 第一题 数线上有A-12 B-36 C-18 3点 则D 如果A点为星圆点 以至A点坐标是12 这个A点 这个坐标是12 而B点坐标-36 这个B点坐标-36 C点坐标-18 这个是C点 坐标-18 现在把A当星圆点 所以A点坐标变成是0 因此我们求B点跟C点坐标 新的坐标是把原来坐标减掉原点坐标 所以第一小题 B点的星坐标就等于 我们把B点原来坐标-36 减掉A点原来坐标是12 于是-36-12 提出负号就等于-36加12 因此就等于-48 所以B点坐标就等于-48 而C点坐标 我们要求新的C点 这时候把原来的坐标-18 减掉原点坐标是12 因此就等于-18加12 结果就等于-30 因此如果A点当原点 则B点坐标变成-48 C点坐标则是-30 这个第一小题 第二 如果B为星圆点 单位常变为原来的三倍 则A点星坐标为多少 C点星坐标为多少 现在如果把B点当作原点 则B点坐标是0 则A点的星坐标 因此第二小题 我们求A点的坐标 把A点原来坐标减掉B点的坐标 所以12减掉-36 这个就是A点的星坐标 因此等于12加36 因此等于48 所以A点坐标变成48 而C点的坐标则是 我们把C点原来坐标-18 减掉原点坐标-36 因此就等于-18加36 结果等于18 所以B点如果当原点 则C点坐标变成是18 可是先要把单位常变成原来的三倍 因此我们把单位常变成原来三倍时 也就是每三个长度变成一个单位常 于是B点是原点 则C点的坐标就变成原来是18 因为每三个单位常才是一个新单位 所以除以3 于是C点的星坐标就变成了6 因为B点是原点 把单位常变三倍 C点的坐标变成是6 同样的 A点原来坐标48 这时候 A点的星坐标-48 我们除以3 因为每三个单位常才是一个新单位 于是就等于16 所以A点的星坐标变成是16 因此每单位常度变成原来的三倍时 A点的星坐标是16 而C点的星坐标则是6 这个第二小题 第三 如果C位星原点 单位常变为原来的0.5倍 则A点星坐标为多少 B点星坐标为多少 现在如果把C点当作原点 则C点坐标是0 于是第三小题 A点的星坐标就等于 把A点原来是12-18 因此12-18就是12加18 因此等于30 所以A点坐标变成是30 而B点的星坐标 因此我们把B点-36 减掉原来是-18 于是等于-36加18 就等于-18 因此B点的星坐标是-18 这是按照原来的单位常 而C点作为星原点 可是 现在把单位常变成原来的0.5倍 也就是 我们把原来的单位常度 现在改成0.5倍作为单位常 因此 A点的星坐标 因为原来单位常A点坐标是30 现在如果0.5倍的单位常 于是除以0.5 因此A点的星坐标变成是60 而B点的星坐标 因为C点做原点之后 B点的坐标本来是-18 而如果改成0.5倍的单位常 作为星单位 因此-18除以0.5 就等于-36 所以C点如果是星原点0 则B点坐标变成是-36 A点坐标则是60 因此A点星坐标是60 B点星坐标是-36 这个是第三小题 第二题 数线上有A点6 B点2 C点-4 D点-64点 则AC长度多少 AD长度多少 BC长度多少 我们求AC长度 因此第一小题 AC长度 我们直接把A点坐标-C点坐标 因此A点坐标是6-C点坐标是-4 于是等于-6加4 因此等于10 所以AC长度等于10 而AD线段长度 A点坐标是-6 因此我们求AD AD就等于A点坐标是6-D点坐标是-6 所以6-6等于6加6 因此等于12 AD线段长等于12 BC线段长我们求BC 因此我们把B点坐标-C点坐标2-4 结果等于2加4 因此等于6 所以BC线段长度等于6 这个第一小题 第二 AC线段的中点坐标为多少 AD线段的中点坐标为多少 BC线段的中点坐标为多少 所以第二小题 我们求AC线段的中点坐标 因此把A点加C点两个坐标相加除以2 因此6加-4相加除以2 这是AC线段的中点坐标 结果等于6-4 也就是2除以2 因此等于1 所以AC线段的中点坐标是1 AD线段的中点坐标 我们把A点加D点 于是A点坐标6加D点坐标-6 A点加D点坐标相加除以2 结果等于0 因此AD线段的中点坐标等于0 BC线段的中点坐标 因此B点坐标是2 加C点坐标-4 两个相加除以2 因此等于2-4 结果等于-2除以2 因此等于-1 所以BC线段的中点坐标是-1 这个第二小题 第三 如果以C位新原点单位常不变 则A点新坐标为多少 B点新坐标为多少 D点新坐标为多少 我们把C点当新原点 这时候A点新坐标就等于 把A点坐标减掉原点坐标 所以是6-4 因此等于6加4 结果等于10 所以C做新原点则A点新坐标等于10 B点新坐标 我们把B点的坐标原来是2 减掉原点坐标-4 结果等于2加4 因此等于6 所以B点新坐标是6 D点的新坐标 我们求D点的新坐标 把原来坐标是-6 减掉原点坐标是-4 因此-6-4等于-6加4 结果等于-2 所以D点的新坐标是-2 这个是第三小题 第四 若以B为新原点 AB两点间距离的2分之1 为新单位长 则A点新坐标为多少 C点新坐标为多少 D点新坐标为多少 因为我们把B点当新原点 可是AB线段长 我们先求AB线段 因为AB线段是把A点6-B点2 结果AB线段长度等于4 现在把AB线段距离的2分之1 作为新单位长 也就是AB线段是4 4的2分之1 因此4乘以2分之1等于2 所以新单位长是2 结果A点的新坐标 单位长如果不变 则B做原点A点的新坐标 4 6-2 结果等于4 因此 如果单位长不变 A点新坐标是4 可是 现在把单位长度变成 每单位长是2 于是 4除以2 新的坐标单位就等于2 因此 A点的新坐标是2 而C点的新坐标 如果单位长不变 则C点坐标是 -4 减掉2 因此等于-6 所以 C点的新坐标是-6 可是 现在每单位长度是2 所以把-6除以2 因此等于-3 所以C点的新坐标 变成是-3 D点的新坐标 如果单位长不变 则D点坐标是-6 减掉2 结果等于-8 可是 现在新的单位长度是2 因此-8除以2 于是 D点的新坐标变成是-4 因此 我们把单位长度改变以后 D点的新坐标变成是-4 这个是第四小题 翻例时 有关线段的比例分割 第一题 数线上有A-12 B-23两点 且C点介于AB之间 若AC比BC等于2比3 则AB长度多少 AC长度多少 BC长度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是一条数线 中间这里这个是0 A点坐标-12 所以A点在原点的左边 这个A点 如果它是-12 B点坐标23 因此B点在原点的右边 这里是B点 B点坐标23 C点则介于AB之间 以至AC比BC等于2比3 我们先求AB长度 AB线段的长度 就等于 我们把B点坐标-A点坐标 所以23 减掉-12 因此等于23加12等于35 所以AB线段长等于35 因为C点在AB之间 而AC比BC等于2比3 所以表示 AC长度占两份 BC长度占三份 AC长度占全部的五分之二 所以 AC长度 是AB长度有35 它占全部的五分之二 于是 我们约分 5跟35约分 分母1 这里是7 7、2、14 所以 AC线段长度是14 而BC线段 则是把全部35 减掉AC14 因此 BC长度等于21 所以 BC长度是21 第二小题 C点坐标为多少 因为AC长度是14 可是 C点在A点的右边 所以 C点大概在这个地方 于是 我们把A点坐标向右加14 就是C点坐标 因此 C点坐标就等于A点坐标-12 2 向右加14个单位 结果 C点坐标等于2 因此 C点的坐标是2 这个第二小题 第三 若C点位于B点右边 则C点坐标为多少 如果C点在B点的右边 则 AC线段长度 会大于BC线段长度 因此 AC线段 比BC线段 不可能是2 比3 因此 C点在B点的右边 这个坐标不存在 第四 若C点位于A点的左边 则C点坐标为多少 如果C点是在A点的左边 假设C点在这个位置 因为 AC比BC是2比3 所以 AC长度 这个是两份 BC长度 这个是三份 因此 ABC长度 这个是一份 而一份的长度 是AB长度 这个长度 是35 AC长度 是两份 因此 AC长度 是把AB长度 乘以2 也就是 AC长度 是AB长度 两倍 这样才能够符合 AC比BC 是2比3 可是 AB长度 是35 两倍 乘以2 就等于70 因此 AC长度 是70 所以 这个长度 是70 可是 A点坐标 -12 因此 C点在A点的左边 C点坐标 就是把A点坐标-12 像左边长度70 所以我们减70 结果等于-82 所以 C点坐标 是-82 这个 第四题 第二题 以至 速线上有A点A B点-27 C点9 D点-15 为相议的四个点 如果 AC等于3倍的BD 则A等于多少 A与D两点间距离为多少 我们看底下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是一条束线 中间这里是圆点 以至 B点坐标是-27 C点坐标是9 D点坐标-15 首先 下里之 AC长度是3倍的BD 所以我们先求BD长度 BD长度是把D点坐标减-B点坐标 所以-15 减掉-27 因此等于-15加27 结果等于12 所以BD线段这个长度是12 而AC是3倍的BD A点如果在C点的右边 因此A点可能在这个地方 于是AC长度就等于3倍的BD 而BD长度是12 因此3乘12就等于36 所以AC长度这个是36 因此A点坐标 我们把C点坐标是9 再往右边加36 结果A点坐标就等于45 所以A点坐标有可能是45 可是A点也有可能在C点的左边 如果A点在C点的左边 则A点坐标是把C点坐标是9 往左边36个单位 所以减36 结果等于-27 因此如果A点在C点的左边 则A点坐标是-27 可是B点坐标是-27 而题目已知ABCD是四个相异的点 所以A点不可能跟B点重合 因此左边A点-27这个不合 因此能符合条件的是A点在C点的右边 A点坐标是45 而AD两点之间的距离 我们求AD 低点坐标45 减掉A点坐标是-15 于是45-15等于45加15 结果就等于60 所以AD线段长度就等于60 这个第二小题 第三 箭头向右的竖线 有一只蚂蚁在某一点上 它先向右移动9单位长 再向左移6单位长 然后再向右移12单位长 最后停在表示14的点上 则第一小题 此蚂蚁最初的位置所代表的数为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一个图 如果这里一条竖线 有一只蚂蚁在竖线上的某一点上 假设一开始蚂蚁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A点 蚂蚁先向右边移9个单位 这个长度9个单位 然后再向左移6个单位 最后再向右边移12个单位 蚂蚁最后停在14的位置上 先要求蚂蚁最初的位置在哪里 因为蚂蚁最初在A点 可是最后在14 所以我们顺着原路走回去 因此最后在14 先往左边走12 因此减12 然后再往右边走6 因此向右边加6 最后再往左边走9 因此向左移9 因此减9 这个就回到最初A点的位置 于是A点的坐标就等于14减12等于2 加6减9等于减3 所以2减3等于-1 因此蚂蚁最初的位置是-1 第二 若树线上每一单位长所代表4公分 则这只蚂蚁实际上总共走了几公分 因为蚂蚁向右走9个单位 向左走6个单位 再向右走12个单位 因此总共走了 9加6 15 再加12 27 因此走了27个单位长 而每一个单位长度代表4公分 因此27乘以4 因此等于108公分 所以这只蚂蚁11上走了108公分 这个是第二小题